159 香港商報 西價股在現洗倉潮港股險搜26,2015年7月4日 香港產經A03 抗跌力強 香港商報信 記者曠偉軒報導 內地A股昨日大上大落之際 港股同樣租大戶無高隆低 遲早市一度跌如200點 下午一度跟隨上證指數掉頭回升 三時後再急插 低建25,933點 收市險搜26 報26,064點 除了券箱 內險及內訪等板塊成為跌市重災區外 部分細價股在慘租洗倉 至於創業板指數亦跌7.5%收市 收市時 增稅數報26,064點 跌218點 成交1489億元 昨日的市中 領匯823成資金被難鎖 收報45.8元 逆市升1.1% 內地股市急跌拖類券商及內險股齊齊插水 第一上海227跌9.5% 收報1.71元 中國平安231白作跌破紅底 收報99元 跌2.8% 內訪股方面 華潤至第一109跌4% 報23.85元 成跌幅最大藍潮 金利豐政勸研究部董事王德記表示 港股抗跌力救A股為強 跌至2萬6邊緣應可存定 待轉世信號出現後 將現反彈 波動市下 西價股昨日再現洗倉潮 昨日二十大跌幅股份中 全部跌幅於20% 其中環能國際1102跌25.3% 報0.325元 百利大優先股64跌41% 報1.8元 成全日跌幅最大股份 國聯證券暗盤潛水新股方面 近期當炒的券商新股同樣無運行 據輝納交易場資料顯示 國聯證券1456昨日替暗盤潛水 報7.23元 交招股價8元低9.6% 至於另一新股申明中國2699 其撼盤收報1.27元 交招股價1.43元低11.2% 外電報導 內地優閒食品及飲料公司達利食品計劃 9月來港上市 集資15億美元 折合約117億港元 昨日掛牌新股中 以萬景控股2193表現最佳 收報1.1元 交招股價高37.5% 不計手續費 每手賺約1200元 至於神興發展2286 首日掛牌收報3元 與招股價持平 現在研究所在